延續大學畢業製作主題 每個人都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島嶼 渴望自由、溫暖、獲得認同 出身中國廣東定居在香港來台留學的鍾小琪 她目前就讀於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日前在好地下藝術空間 帶來首場孤島、棉流心境鍾小琪創作歌展 展出以黑白為主色調的複合梅材創作 展期直到7月17號 歡迎大家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延續自學士班畢業製作荒島絕茶 每個人都是一座島嶼的理念 以繪花進行情緒藝術相關研究 希望透過作品去找到人與人之間內心的連結 也在當中找到自我 從大學時期休學、復學、畢業 進入研究所的中小琪 直至起在好地下藝術空間 帶來首場孤島、棉流心境 中小琪創作歌展 展出以黑白為主色調的複合梅材創作 這一些部分都是我大學 大學畢業一年 然後休學一年 就一共花了三年時間去創作的一些作品 然後作品主要的元素就是在探討情緒、線條 還有一些我認為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想說 就是希望把這一些 這裡一共是14件作品 對 然後我是希望這一些不一樣大小或者是 的一些畫可以帶給觀眾一些視覺上面的一些欣賞 我其實最主要用的複合梅材是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畫上面一定要 也一定要用一種很搶眼的方式來去打動人家 所以我會習慣性的就是把很多的顏色給集合在一起 然後一開始的創作方式我會擔心就是說就是太多顏色會弄得很複雜 所以我也會通過慢慢的調整 然後再通過大家一些想法來慢慢的把用一些構圖把這些顏色給結合起來 然後我就會後來畫完我的作品之後就會覺得 原來真的可以像是一幅畫給展示給大家 我覺得整個的 其實作品的整個過程也是一個我很重要的過程 其實我本來就蠻希望可以辦一個真正的個展 因為在大學做了這一系列的作品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鼓舞我說可以繼續做創作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希望可以以個展 或者是未來可以去更大展覽的形式來去介紹自己 我個人是希望自己可以以藝術俠的身份來出道 現場也進行極性揮畫活動 引導參與觀眾在畫布上創作 除了看見每個人不同個性 也拉近彼此距離 會出屬於個人的情緒島嶼 畫風中帶點畢卡索風格 顏色運用看見不少普普藝術的影響 鍾小琦表示 未來期盼能以更大型的展覽 讓更多人認識自己 也希望透過創作觀望這片世界 進一步了解人與人 自身與內心的各自獨立島嶼連結 記得掌幫眼和臨時報導